当日时间11月15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会展中心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克强表示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 今年以来 两国元首多次成功会晤 达成新的共识 前不久 第23次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推动两国多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 期待双方积极予以落实 使中俄关系与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俄务实合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中方愿同俄方继续深化贸易投资 能源创新金融等领域合作 使中俄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更好实现互利双赢 普京表示 俄中高层保持定期沟通很重要 期待不久之后 出席20国集团布宜诺斯爱丽丝峰会期间 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 俄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 业已达成的共识 同时推进能源 航空 航天 科技 联合研发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 同时推进能源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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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